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陈伟霆饰演的男主李俊杰受雇为一家信息安全公司 在一系列的任务中 他竟然发现这家公司内部与境外邪恶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古丽娜杂饰演的行动组高级组长女主周子轩帮助下 二人合力调查揭露内部的故事 讲述了樱桃饰演的女主廖莎是销售界精英性格强势 在事业上她总是能排除万难力争上游 而丈夫方程工作多年却仍是个普通的技术员 女主俨然是家庭支柱 可却在一场变故后 女主失去了升迁机会还被下放 而男主也因此开始努力赚钱 多年形成的家庭生态被悄悄打破 面对事业的急转之下 与家庭的模式转变究竟两人会如何面对 由苏晓彤、王子齐、赵瑶柯主演的古装填充剧 讲述了苏晓彤饰演的女主 《舞座世家的少女出处》 为实现当舞座的梦想 独自来到长安城闯荡 遇到了断案如省的安郡王小锦鱼 被收编作为了舞座搭档揭密探案 随着金钟的多方势力 明镇暗斗权力斗争随之展开 蒙田的女主与王爷搭档展开了怦然心动的贪案之旅 先前由张哲瀚、吴景延、徐凯、黎依彤等人所主演的古装剧《梦会超歌》 经过大幅度的修改后 目前暂定会在5月份播出 由张哲瀚饰演的男主激发 为西州开国君主 文武双拳拥有着广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 在商朝名不聊生的时候 结干而起 救命于水火之中 成为了一代明君 吴景延饰演了妖狐打几 从小无忧无虑长大 不懂人间疾苦的后福千金 徐凯饰演了玉鼎真人的大弟子 回江子牙的得力助手 大家期待这样的演员阵容吗 奇妙的《命运亚》 是由张越南、曹俊祥等主演的古装填宠剧 故事讲述了张瑞南饰演的女主 是个成绩班级店里的学渣 高中生李福朱 因为成绩不佳 竟向枯井诉苦许愿离开 许愿之时不可思议的被枯井 带入了他喜欢的漫画世界 由于沉迷漫画 穿越到了漫画中的草代 一下子从不受见的茶等生 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进入游戏后 竟遇上了学校的小伙伴 更邂逅了少年天子云翼 长相及各方面条件普通的女主 遇上男主后 犹如麻雀鳖凤凰 曹俊祥饰演了冷面皇帝云翼 举手投足之间 是个完美的君主样子 典型的工作狂 学渣女主穿越近了漫画 竟对上了年轻的傲娇皇帝 两人一边斗智斗勇 一边擦出甜蜜的火花 并发生了一系列 提消皆非的故事 由任嘉伦 新妃 另先主演的都市甜宠剧 乌鸦小姐与西一先生 已经官宣定档 该剧将在4月26日播出 剧情讲述了任嘉伦 饰演的男主顾川 大学毕业那年 遭遇场车祸事故 心脏受损 植入了人工心脏 不能激烈运动 不能有喜怒哀乐 十年后 与好友成立了建筑设计工作室 遇到了行妃 饰演的女主江孝宁 女主是个乐观开朗的 元气少女 性格不同的两人 隐差阳错成为了上下级关系 俨然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 面对女主撒糖般的攻势 男主的心脏随时都会漏电 当高冷上司 遇到了倒霉少女 不能心动的甜蜜爱情 即将开启 由沈月刘以豪领先住院的都市爱情剧 我亲爱的小洁癖 而剧情内容讲述了刘以豪 饰演的男主故人 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健全 获得孤立封闭 严重洁癖 而沈月饰演的女主 是双娇 拥有美满的家庭 却遭遇车祸 痛失母亲之后 从此不绣蝙蝠 哥哥不入的两人 成为了同一家清洁公司的商下级 而俨然成为一对欢喜冤家的两人 在工作中了解了彼此 两人开始惺惺相惜 却因为种种意外和误会 导致两人分分合合 究竟命运会指引两人走向何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的内容是五月份待播出的作品 还有许多未公布的影片 我们会再另外介绍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掌握更多的兴趣资讯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